这几年来,发展农村电商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趋势,通过电商平台不仅拓宽了很多农产品的销路,让农民滞销的瓜果蔬菜找到了一条出路,而且还能卖出一个更好的价钱。 农民种出来的产品能成功变现,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卖到农村的美食和特产,不管怎么看,这都是一种双赢的选择。 不过对农民来说,开电商这件事并没有那么简单。 这几天,水果店被浩阳毛党弄到倒闭的事件,引发了很多人的热议。 两位农民在淘宝上开网店卖橘子,因为把26元4500克的橘子写成了26元4500斤,结果被一位B站红人UP主带领1万多的粉丝,在短短的一晚上就下了700万元的单子。 果农拿不出这么多橘子,就被控诉、虚假宣传和巨额赔偿,结果不仅店主的10万保证金被扣完, 就连网店都被逼到关店倒闭。 虽然经过多方协调,目前这个水果店铺已经得以重新上架,但是这也反映出农民办电商并没有那么容易。 导致这家店铺遭受损失最开始的原因,是因为经营者将橘子的重量单位设置错了,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错误,除了不小心也和他们不熟悉平台的规则有关。 而在经营农村电商的队伍中,这样的例子其实不在少数。 一方面,很多在网上开店的农民其实多少都有些赶鸭子上架的意味,很多农民原本只会老老实实地种地,很多上了年纪的人甚至字都不认识几个,在网上卖农产品也属于摸着石头过河。 如果没有专门的人长期指导的话,很难摸清楚平台的规则和电商运营的思路,出现这样的错误也是经常的事情。 另一方面,在电商平台经营一个网店是很不容易的事情,可是大部分农民都没有风险防控的意识。 在网上开店虽然很多都是小本生意,但是很多农民却在这方面投入了全部的本钱,这也意味着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很低,一旦经营出现什么意外, 大部分农民都很难应付的过来,情况严重的就只能倒闭破绽。 事实上,我国的电商下乡的口号已经喊了很多年,经过这几年的推广,农村电商的发展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。 去年双十一一天,阿里巴巴平台的农产品成交额就达到了45亿元。 花牛,苹果,果冻成等农产品都通过电商平台成为了网红水果,但是主要还是针对大品牌规模化的农产品。 实际上,没成功的例子更多,农村电商虽然是一个方向,但是要想真正汇集到更多农民,还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。 对此,您有什么看法?欢迎留言和我们讨论。